我跟各位報告一個好消息 我換了一個新眼鏡 一天到晚摸那個眼鏡 謝國良市長換了新眼鏡 還忍不住用手筆給大家看 看看謝國良從邊框眼鏡 換成無框眼鏡 看起來差別似乎不大 只是市長提起眼鏡笑容 在臉上下一刻被問起罷免議題 臉色立刻不太一樣 地方選委會是一個公立 獨立中立的合意志的一個機關 他們所做出的決策 應該是有法律效力的 謝國良力挺基隆選委會 因為前一天基隆選委會決議 針對霸梁二階段 疑似代替簽名蓋章的連署書 將以雙掛號祭出 如果當事人沒有在期限內 回復查詢單就認定失效 外界預估可能影響上萬份連署書 人民絕對會百分之百怀疑 基隆選委會會遵守 新政機關的中立原則 是輪為國民黨及謝國良的打手 霸梁團體炮聲隆隆 尤其基隆選委會主委 是政府秘書長方定安 總幹事是民政處長張淵祥 通通是謝國良的自己人 中選會也直指 不能只因為當事人沒回復 或沒在期限內回復查詢單 就認定為無效連署書 強調選務機關要公平公正 必要時中選會也會調查證據 做適當處置 中選會所有的行政指導 基本上也要依法來執行 才能夠取信一國人 謝國良反抗中選會 但回顧2020年的韓國瑜罷免案 這對同樣狀況當時高雄選委會決議 不將與其招領的連署書判定無效 聽說在今天要寄出兩千多份的查詢單 找麻煩的用心程度高過高雄市的選委會 四年前的高雄選委會和現在的 基隆選委會做法差很大 行政中立的天秤 網拿到市民們都看在眼裡 三連新聞在張文賢旺的基隆報導